Onivia League of Legends Highlights 高尾欧总以来我自己勾 formation blank 摆下去了 自我 踪躁 阮计 甚至少 反对 但是DG似乎迟迟没有找到一个应对的方法 在刚刚的5-5 轻巧拉开 所以有SoloQ C要个大招 我有JR闪被反应过来 这个台队还拿了几棒交闪线 跟上了 杰杰这一波有没有机会 给了一个盾子 好像差一点要被换到 防御他跟上 杰杰尽力了 能够接上很好的输出 杰杰找了一波 让他们在团队中不断地去找机会 尝试游龙 收获拿起来 被迫要回防高地了 点打速度很快 高地要被迫棄手 六神的霞 主打的就是一个爆发高 十一队战能力强 他们只能靠SoloQ在上半区 换一点经济和资源 然后W这边下落二塔 也顺势拿下 那这波大龙Buff 已经交了一个非常满意的打卷 得回来吧 万一塔掉被强开怎么办 是一个大纳尔 叫TP了 回来要应手 应该要高于蓝双的预计了 两边其实一直都是还在拉扯 没有说特别机械一些对拼 又是打野斗 自己是一个态感很脆的 是虚胖差一点点 金勇座进去差一点伤害 跟上双刃以后 横线出来了Vampire 金河国西要进场了 双方是一个野谱的互换 杀害能够吗 粉线军发会 爆了一个爆发的伤害 这输赢非常不错 欧美瑞找了一个是Snake 到时候能拉到 那Snake 向死而生的输入差一点点 跟上了最后一把平A 是终于换掉了 那正面还剩下一个SoloQ 对于W来说 还是终于双C 还是打出了自己全部的力量 让这波团没有能够 让W有机会推下他们的基地 感觉要被追死了 这时候的纳尔 追人简直不要太爽 但SoloQ这波的目的 还是稍微断一下兵线吧 不给他们两个人 直接去推自己 梅亚塔的机会 想看时间差 谁可以都晚点杀 最后一个RQ SANSA拿下了500的赏金 其实主要W这个阵容 瑞尔加洛加纳尔 在野区打团的能力是很强的 其实对于EDG来说 只能看WE频繁的消失 在视野当中 他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SoloQ一马当心在前面 他是全队的希望 要探视野才行 荣耀被炸掉了 五千多个鞋猎要看 鞋猎有机会进取 在V2里一把他派到了墙上 孟茜芳 那要拿三角 进场是先飞到V2的 往后闪现 22也没有命中 很高的一个伤害 WE完全可以撤退 但是EDG不太能忘乎飞山吧 很久的时间点 EDG尝试换一下中路的资源 WE回家拨好装备 强化回程出来 又会陷入刚才那个窘境 没事也怎么去挤 给亚历 一想清兵 没有那么流畅了 现在优同 禁锢了一下瑞尔 但侧翼 I2里已经点了 我们的时间 也没有露出什么机会 能给EDG抓 双TP 想试一波吗 EDG 慢性死亡 还是背水一战 背水一战了 勾了一波 那自己太弹可能要马上 一秒七秒两个人 W又错到了三个人 进场以后 I1.5F做所有可能要先倒地了 先拆水晶 W不慌不忙 姐姐来回进球 但打不出伤害 V2进场 发生变大 差一点点有复活甲 后面Stayford Rage非常完美 Findy王会吃了一个满能EOE 那这波W被迫要撤退 状态非常不佳 乌勇 Fisher在侧面伤害拉马了 拿着运动了边点赞 边开这个暴风雨震 EDG不能放W1走 他看一下V1在这里 直接拍到了一画师 这波W1要杀死比赛了 姐姐成了最后的那一个 不断英雄 但是他已无力回天 W1 五人健在 我们要恭喜他们 在出场 1-0 坚持得点 恭喜W1 48分钟的比赛 最后还是平静 In today's episode we are going to look at the best highlights from the today's LPL 2024 Spring split matchup Let's see what both teams have prepared for us today 这个阵容更大 现在版本越来越少出现一级团了 所以很多事情都是在前提面的可靠 但这里 Q閃机W踩了两个人 这么街道路完美的配合 W1的下路率先制人 红这一波刚刚到草里面蹲住 The Snake就是 而EDG方面 杰杰碰掉了第一条的炼狱亚龙 看一下SoloQ会不会把这个冰清掉 如果把冰清掉的话 还有闪 会比较危险 但是TP过来直接保冰线 就是要强越 先Q晕 没办法了 硬杀 向路A 又勾到了 那没事了 应该是必死无疑了 那个一级能往后滑 但C球保险还补了一个漫天飞鱼 他有点 他应该是以为对面已经回家了 或者是在塔下等冰线 所以直接走在了冰线前面 给到泰坦一波非常晚 WE 凭借前期的优势 资源 阴控 禁控 现在EDG应该就是 会稍微 狭摸一下 利用这个 虚空如虫的伤害就好了 这波推掉了 看看泰坦 哎呦 过来直接锁 少了Snake交闪线 拉开这个距离还不错 效果 这波是化解了一波危机 闪线勾稍微预怕里面的人了 我的天哪 本身就缺乏先手的情况下 对面有一个卡尔玛 再加一个蜂龙魂 这个拉扯能力有点太强了 是 哎 通通被拉断了 是不是一个机会呢 应该有机会啊 吉永要不要拉一下呢 秒掉小横 EDG找了不好机会 来SoloQ的恶火树链 可以续一下小罗的 WE 这边可以去推桌路的二塔 因为毕竟是蜂龙 他们可以完全没必要来接 没错 口子卡住了 EDG有点尴尬 但还想尝试一下 卡尔玛先小扑克 但被拉开了 边打龙边拉扯 W也没有选择就去 他直接退中卡就好了 因为毕竟没有打野 这个小龙是争不掉的 不想放EDG 这个风龙魂吧 但是对方有打野 中野又想搞事情 看下这小地图 即将和 中路接坐两个人 跟上一共那可惜高明兵中 The Snake这波没闪现 是要直接倒地的 W说走就走 其旅行拉门 打了就转 转了就撤 今天W的主打的是绕后 上一把是矮汪 应该他是跑不掉的 A锁应该是必杀的 对 但他可能就是想着 看能不能对刚打出闪现的 杰杰动手吧 这样有机会直接动大龙 这波还站上来 杰杰一个勾 一个柱子 反应很快杰杰 但是W的杰杰 远见改造这个大龙 结界有闪 W应该可以顺利收下来 柱子反而卡了一下自己的队友 没什么机会了 并不确认 拿下了纳什男爵 在25分钟这个时间点 至暗时刻 最大的危机啊 两路要被推 蛇哥上来划两套 但只能打 机会刚 泰坦也是直接勾到米溜 但是最后也是 没有能够击杀掉 两个TP 但是V1的这个TP 可能会有风险 闪现W 但是他有没有机会走 身上是有一个大招的 先带一个溜 往后跑 结界这个位置 反而自己还要被反杀 一打三被反杀 你说的对 但这就是亏丧体 起全身状态以后 无人可挡 是是发生的画面 下路二台是被W直接拿到 但是现在中上兵线 还没有过来 EDG可以专心的 防守一下下路 RQ打消耗 分线要会 给到了V2 V2有W也不着急 哇 这伤害 真的就四个字 捉襟见肘 霞交了大招之后 他对这波 应该也不会再继续推进了 下条小龙马上刷新 拿条小龙 感觉可以顺势回家了 这条大龙 其实赚得已经够够的了 TPG 真的很难找到方法了吗 也是又找到了 杰杰 再次在野区被逮 W1可能要前往下路的高地了 还有最后一秒的大龙Buff 已经消失 第一时间EDG 没有能够来回防 这个塔应该是有了 是的 还在上路带线的Fisher 似乎也没有办法支援队友 现在回家 但是W要两路了呀 一万多 一万多EDG 很难再赢了 Edward Gaming EDG 这是曾经无数次踏足山巅的强力战队 而如今迎接他们的 似乎是 看不见曙光的漫漫长夜 大场六连败 就在眼前了 但他们好像也无能为力 五人剑载 W1 非常强势 但EDG已经是顿兵错位了 W1往前 给点压力 往前Q再没有撬到 但无关痛痒了 再给一个RQ 最后一个塔 被道工拉到了 C可有点危险 哇 点塔 加点人 EDG没有任何的办法 舌头上残血了 勾到了SoloQ 它是一个穿甲剑 它能做什么呢 想杀爱王迪 能不能秒的是一个问题 没有秒掉 特意杰杰再次陷阵 但是这次他有死无生了 剩了一点点的残血 维吾尔的恩在水圈当中 SoloQ虽然拿了一千块 找FORO 但兄弟们点击地球 能获得比赛的胜利 W1的中将 似乎还没有玩过瘾 还要找SoloQT兄弟报仇 我们恭喜W1 完成了对EDG 大场六连败的终结 捍卫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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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